我的妻子出轨了,当四家侦探把那让人眼眶发红的视频放在我面前时,我怎么也想不到出轨对象竟是他那个一直记住在我们家的远方表弟。 我叫许昌林,自己经营这一家公司,每个月近百万的纯利润够普通人家奋斗一两年了,而我的妻子穆苏婉,是我高中时就梦寐以求的美女同桌,她的身材高挑,肤若宁芝,相貌清纯可人,身材却火辣的,快要把校服蹦开。 当时学校追她的男生绕操场一两圈轻轻松松,晚上梦里遐想的也都是她,我也是其中的一个。 可是当时的我根本不敢和她表白,于是我将全部精力放在了学习上,高考时以全市前三的成绩考进了一所名牌大学,毕业后创办了自己的公司, 不仅两年内公司市值翻了几倍,还因此又邂逅了我的妻子,我曾经的梦中女神。 那时,她正好来我的公司应聘,看着那魂牵梦营的白皙面旁,我的心扑通扑通的直跳,我开始礼物鲜花不断奉上,展开了对她的追逐。 终于,那一天在办公室,慕苏婉昧然朝我一笑,聊起了脖梗上的黑丝,性感的裙摆滑落双腿。 透色的小幅凌乱了一地,比起校园时期更加丰盈无比,如熟透了果实般的身体此刻, 全部赤然展现在我眼前,看得我热气直逼头颅,鼻血都快喷涌而出,她柔弱无骨的小手勾上了我的敏感处, 慈白的双碗反复碾压着我的脸,晶莹的汗水流了满身,我喘息不已,随后身下温润的感觉更是让我飘鲜欲死。 于是在她进公司后不到半年,我们俩就顺理成章地步入了婚姻的殿堂, 对她我可以说是掏心掏肺,除了婚前买的这栋房子写的是我的名字之外。 我给她在市里又买了两套房,全写了她的名字,还还给她在乡下的父母, 新盖了一栋三层的小洋房,让他们在亲戚面前长足了脸, 平时我的财务都是让她保管的,对她和她的家人那都是百依百顺, 甚至当初结婚的时候,她提出想要多玩几年和我过甜蜜的二人世界, 所以暂时不打算要孩子。 我也欣然允诺和她的小日子过得秘里调游, 面对这个宛若游物的女神,我每天都有挥洒不完的经历, 但一年半前,我丈母娘送了个男子过来,说是她的远方亲戚。 我妻子的表弟,黄斌,让我帮她在公司安排个工作,顺便住在我家。 我也没好意思拒绝,每个月给她开上万的工资应付一下, 而她也正是那个视频里的男主角,视频中这个所谓的表弟, 如野兽般和穆苏碗缠绕在一起, 此刻,我内心的怒火,屈辱犹如火山一样喷发出来, 好你们一对狗男女,吃我的用我的,拿我的钱快活。 我恨不得现在就冲到酒店里,当场来个桌奸, 那个侦探看我脸色不好,善意地提醒道, 我明白你现在的心情,但还是要暂且忍耐, 如果此时撕破脸,财产分割对您来说是很吃亏的, 还是从长记忆的好。 她的话瞬间将我从崩溃的边缘拉了回来, 也是,现在我的钱全在她那, 那两套房子写的也是她的名字, 此时如果她提出离婚, 那我这么多年的努力, 岂不是全给她俩做了嫁衣, 我狠狠深吸了一口气, 努力让自己平静下来, 但是手还是忍不住不停地颤抖, 这种被最爱的人背叛的滋味, 让人窒息, 许先生, 我这儿有个主意, 或许可以解决你的问题, 说来听听, 当我算好一切心底正在冷笑时, 一阵手机铃声突然传来, 我拿起来一看, 是穆苏婉的, 这个女人居然还有脸打电话, 我也赶紧跟了上去, 映入眼帘的是东西散落了一地, 红酒瓶, 还有零散的衣服, 性感的蕾丝内衣挂在椅子脚上, 浴缸里雾气蒙蒙一片疑泥, 黄斌正抱着表妹的腰大声嘶吼, 黄斌, 你TM的在干什么? 穆苏婉肺都要气炸了, 直接拿着扫帚打过去, 黄斌赶忙往水里躲, 李妹眼疾手快, 拿过浴袍披上, 躲到我的身后, 哥, 嫂子这是干嘛啊, 好可怕啊, 这是她弟弟, 又不是她老公, 被李妹这么一说, 穆苏婉也察觉到自己有点失态了, 而且我还在场, 我假意解释道, 李妹你别怕, 嫂子不是这个意思, 就是管教管教这个不成器的弟弟, 你们才认识那么短时间, 她就做这种事, 不打不行啊, 没事啊, 我们都是自愿的, 她说是真心对我的, 还说要娶我呢, 李妹边说边朝黄斌抛媚眼, 存心想气死穆苏婉, 我看着好笑, 连忙接过话茬, 有这事, 你们怎么不早和我这个哥哥说呢, 那就这么定了, 你们俩的婚事, 我肯定办得漂漂亮亮的, 然后我拉着穆苏婉往外走, 孩子的事, 我们就别操心了, 让他们去吧, 穆苏婉一脸的不情愿, 但也没办法, 她在干预就显得有些奇怪了, 但我知道, 她肯定不会就这样消停的, 果不其然, 第二天一大早, 我丈母娘就登门造访, 进来就直接开门见山, 昌林, 这就是你表妹啊, 看着是漂亮, 但我们那老家可有句话, 说是漂亮的女人心眼多多, 阿斌可是我那表妹亲自托给我照顾的, 一个女孩子这么主动, 娶你这表妹我可不放心, 赶紧让他们分了, 阿斌的事, 我亲自给她把关, 一副趾高气昂的嘴脸, 还不是因为我才让你那么得意, 那不行啊, 妈, 这个是阿斌也是同意的, 这他们两情相悦我, 哪拦得住啊, 一个屋檐下低头不见抬头见的, 那就让你表妹搬走, 她得礼不饶人, 那可不行啊, 要是让我妈知道, 那说不定表弟也得搬走了, 我轻飘飘的一句话, 让那老太婆瞬间哑了口, 后来还是黄斌出面说要和他们商量一下, 一群人贼兮兮的躲进房间里, 显然是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东西, 不想让我知道, 呵呵, 还好我装了监控, 我打开手机, 戴上耳机, 妈, 你听我说, 许昌林那个白痴都答应我了, 只要我和他表妹结婚, 就给我买一套别墅, 您想想那得多少钱, 而且他表妹结婚彩礼钱肯定少不了, 这钱也是他出, 只要我一拿到钱, 我就毁婚, 到时候钱和房子都是我们的了, 您放心, 我的心一直在玩这边呢, 那个女的就是随便糊弄糊弄的, 而且有他表妹做挡箭牌, 我和瓦儿的事才不会暴露啊, 说着还拿出一张银行卡, 塞到他手里, 妈, 这是我这两年存的一些钱, 你拿去花, 等到时候, 我拿到钱和房子, 就让瓦儿和他离婚, 然后我再取碗, 保证让你们过上好日子, 不得不承认, 黄斌的嘴巴还是有两把刷子的, 几句话就把他们母女俩哄得团团转, 等他们再出来时, 我丈母娘那张脸笑得根朵菊花似的, 阿斌都和我说了, 那我就不掺和他们孩子之间的事了, 但是我表妹就这一个儿子, 你务必把他的婚礼办得漂漂亮亮的, 我表面上满口答应, 背地里却早就把他们家骂了一遍, 现在你们算盘打得有多响, 将来就有多失望, 有了丈母娘的同意, 穆苏婉也不好意思在说什么, 而黄斌也开始愈发的不节制起来, 因为我们房间离得近的缘故, 每天晚上都能听到他们声音, 穆苏婉被晾了一两个星期, 身体也是有点饥渴, 听着他们的声音更是受不了, 晚上睡觉时, 有意无意地蹭我一下, 勾引我一下, 我当然不为所动, 以工作太累为由拒绝了他, 以前他有黄斌, 在我面前一直是一副贤妻模样, 通常都是我主动找的他, 现在黄斌完全不理他了, 他也不好意思主动求我, 让你自作孽, 现在尝到苦果了吧, 黎妹已经成功将他们俩离间开了, 我也可以开始准备进行下一步计划, 当我把想要买房子的想法提出来的时候, 穆苏婉的神情明显紧张了起来, 因为这些房子是他手里唯一有把握的东西了, 黄斌虽然口口声声说爱他, 但早已被李妹迷失了心智, 将来怎么样还不好说呢, 而公司又是我的私人财产, 他这些年又没攒下多少钱, 可以说这两套房子是他最后的一瓶了, 老公好端端的干嘛突然要买房子呀, 我将事先早就准备好的报表和计划书拿了出来, 老婆你看啊, 这是我们公司这两年的收益情况, 一年比一年好, 今年已经突破30%了, 我已经找专家评估过了, 我们的公司已经具备上市的条件了, 但是这个要花很多钱去融资, 到时候一旦成功, 我这个公司原本值一亿的马上就值十亿, 老婆到时候我们就发财了, 表弟结婚别说一套别墅了, 五套都买得起, 这些都是我找专业的人设计出来的, 穆苏婉以前设计过这方面的, 对这些有所了解, 想要骗他还是得花点心思的, 果然, 他拿着那些资料和计划书, 仔仔细细地看了一遍, 在确认没有问题之后, 才松口同意卖房, 就这样, 我们所有的不动产, 全部转成现金流进了我的口袋, 至于黄斌, 他已经陷在李妹的温柔箱里, 无法自拔了, 整日无节制地挥霍自己的身体, 俗话说得好, 只有累死的牛, 没有更坏的甜, 我感觉到他的身体状况一日不如一日, 有时候走路都得扶着点腰, 最让我感到意外的是, 李妹告诉我, 黄斌最近已经开始依靠药物来维持他们之间的生活了, 这可真是天上掉馅饼, 我故意在穆苏婉在场的时候, 翻出他抽屉里的药, 阿斌, 这是什么, 你怎么可以吃这种东西呢, 这对人体是有害的, 你不知道吗, 黄斌最近恶狠狠地夺过药, 下意识地看了眼穆苏婉, 我的事你别管, 我能清楚地看到穆苏婉眼中的怒火, 看来黄斌不惜伤害自己, 用药也要来延长时间满足李妹的举动, 让她的自尊心受了很大的伤害, 老公, 你还是帮黄斌找个工作吧, 事后穆苏婉在卧室床上, 婉着我的手撒娇, 你看他都要结婚的人了, 还一天天在家里好吃懒做, 我现在看见他就烦, 女人啊, 真是个复杂的生物, 曾经拼命维护的晴朗, 现在反倒想着办法往外撵, 那我就如你所愿吧, 好好好, 我明天就带他去公司上班, 我安慰到他, 他们的感情已经在破碎的边缘了, 看来我得推他们一把了, 第二天我带着心不甘情不愿的黄斌去了公司, 我用我表妹威胁他, 如果再不上进, 我不会让表妹嫁给他的, 黄斌心里现在全是李妹, 听到这完全没了主意, 只能乖乖地去公司, 而我也安排李妹演了一出大戏, 到了公司的黄斌, 坐在位子上昏昏欲睡, 突然被一个电话惊醒, 电话那头传来了李妹凄惨的声音, 阿斌, 你快来救我, 你表姐疯了要打我, 还说要杀了我, 黄斌听到这立马坐不住了, 连忙起身要回家, 而我则充当起贴心姐夫的身份, 主动送她回去, 家里, 李妹头发凌乱, 跪坐在地上, 脸上鲜红的手掌印格外明显, 身上还有大大小小好几处渔青, 她一看到黄斌, 连忙扑了上去, 哭得上气不接下气, 穆苏婉则是一脸无辜, 不是我打的, 这都是她自己弄的, 我只是想和她谈谈而已, 黄斌哪还听得进去这些, 冲上去就给了穆苏婉一记耳光, 见状我将穆苏婉拉到身后, 反手给了黄斌一记耳光, 这记耳光可以说是三分演戏, 七分真情实义, 我也算出了口恶气, 你干什么, 她可是你姐, 就算做得有什么不对的, 你也不能打她, 有我的维护, 穆苏婉再也忍不住, 眼面跑进了卧室, 我连忙跟了进去, 假意安慰一下, 这就遭不住了, 那之后的事, 你岂不是要崩溃, 计划一步步地按照我的剧本进行着, 我受益李妹, 让她和黄斌提结婚的事, 并且要求一定要高, 彩礼, 房子一样不能少, 果然那段时间, 黄斌天天缠着穆苏婉要钱, 可穆苏婉的钱连同房子都已经给了我, 现在的她也是没有那么多钱了, 终于在李妹的再三催促下, 黄斌选择向我开口了, 那晚, 黄斌直接跪在了我的面前, 穆苏婉坐在边上看着她的举动咬紧了牙, 姐夫, 你给我点钱吧, 我求你了, 我和李妹结婚, 财礼房子都不能少, 这你都是答应过我姐的, 李妹可是你的表妹, 这钱你一定要帮我啊, 嘖嘖嘖, 人家都说男子汉大丈夫能去能伸, 果然一点都没错啊, 为了钱, 黄斌可以让他的女人天天和我同床共枕, 为了钱, 黄斌也可以低三下四地求人, 看来黄斌真正爱的只有钱, 我最近也没钱啊, 公司上是要一大笔钱, 哪还有这闲钱, 你和李妹打算什么时候结婚, 我岔开话题, 我们打算马上就结婚, 就差钱了, 姐夫你行行好, 帮帮我吧, 穆苏婉全程将她的举动看在眼里, 估计也是对她失望透了, 谁说要和你结婚的, 我才不要呢, 这时李妹从楼上下来, 刚洗完澡裹着玉袍的她, 尤为诱人, 怎么突然不结婚了, 你们闹矛盾了, 我诧异地问道, 没有没有, 李妹你瞎说什么, 黄斌连忙解释道, 本来就是, 你看你现在要钱没钱, 要身体没身体, 怎么和我结婚, 哥, 我也不满你了, 黄斌前一阵子去医院检查, 那方面已经不行了, 医生说是, 吃药过度引起的, 我是不会嫁给她的, 而且她还去赌博, 在外面欠了好多钱, 李妹将她的事一件件全抖了出来, 让她在我们面前丢尽了脸, 只见黄斌浑身颤抖, 突然她拿起桌上的烟灰缸, 一把抓住李妹的玉袍嘶吼道, 这一切不都是为了你, 你现在居然和我说不结婚了, 虚事被刺激了自尊心, 而且从之前打慕苏晚, 就可以看出黄斌是个很冲动的人, 他竟然一把将烟灰缸砸在了李妹的头上, 这一情况出乎我们的预料, 我赶紧将她拉开, 李妹抱着流血的头, 哭着说要报警, 黄斌好像突然被惊醒了一样, 抱着李妹求她别报警, 最后还是我平息了这件事, 李妹的作用已经结束了, 我已让他们先各自冷静一下为由, 将李妹送了回去, 之前的酬金翻倍算是对她的补偿, 她笑着接受, 还让我以后有事继续找她, 临走前还不忘对我抛了个媚眼, 回到家, 我也该准备最后一步了, 对于穆苏婉来说, 黄斌已经靠不上了, 彩礼房子估计也要泡汤了, 而她所有的财产都在我这, 我是她最后的救命稻草了, 当然, 前提是我如果不知道他们的事, 你的表弟什么情况, 我供她吃供她住, 还把表妹介绍给她, 她就是这么回报我的, 别的不说, 居然还去赌博, 这是个无底洞啊, 我们好不容易积攒起来的钱, 都会被她给败光的, 我直接开门见山, 穆苏婉急了, 老公你别生气了, 我也不知道她会做这种事啊, 放心我会解决的, 绝对不会连累我们和公司的, 你怎么解决, 你又管不住她, 我们又是夫妻, 将来追债的人, 肯定会来找我们的, 我故意将话引到这个上来, 以她现在的处境, 肯定会想方设法地保全我和公司, 因为这是她最后的希望, 果然她上钩了, 那我们就假离婚, 等公司上市了再复婚, 在这段时间里, 我们分开住, 到时候, 我会将我表弟的事情摆平的, 你相信我, 既然是穆苏婉自己提出来的, 那我也正好顺甘同意, 之后我们将所有房子卖了, 钱全到我的手里, 离婚证也拿了, 我向征兴地给了穆苏婉几万块钱, 让她租房住, 而我则常年住在公司里, 我们有过几次通话, 她说黄斌来找她, 要过好几次钱, 但都被她赶跑了, 不死心地她去乡下找她父母要钱, 还把乡下那套房子卖了, 只为了去赌, 穆苏婉还一直问我上市的情况, 还做着一招抱负翻身的美梦, 呵呵, 女人啊, 就是天真, 只想着靠男人到头来, 这就是一场泡影, 我遗憾地告诉她, 上市失败了, 钱全打水漂了, 真想看看她是什么反应, 之后我暗地组织了一场高中同学会, 当然穆苏婉是不知情的, 以为是别人组织的聚会上, 那些以前追过穆苏婉的同学, 都对我表示了羡慕, 老许, 没看出来啊, 居然娶了穆苏婉, 就是就是, 那可是我们高中的女神啊, 我追了一年多她看, 都没看我一眼, 还是老许厉害, 当初是同桌, 进水楼台仙得月啊, 我一一敬酒, 余光看见穆苏婉来了, 连忙叹气道, 哪里哪里, 现在都离婚了, 你们就别笑话我了, 现在人家名花无主, 你们可得把握住啊, 怎么会离婚呢, 和我们说说, 一听有八卦, 他们都开始起哄, 我借上厕所的理由, 脱身走了出去, 穆苏婉果然跟了过来, 厕所那早就, 有我安排好的人, 一群凶声恶煞的人, 将我堵在厕所门口, 兴许的赶紧还钱, 再不还钱, 信不信我把你手指头剁了, 我哭脏着脸, 大哥我真没钱啊, 放过我吧, 然后我把视线转向穆苏婉那, 仿佛抓住了救命稻草, 那是我老婆, 她有钱, 苏婉, 快帮帮我, 只见她含笑走过来, 打量了一番, 徐先生, 你好像记错了吧, 我们已经离婚了, 穆苏婉你什么意思, 我们说好的假离婚, 而且我在你身上, 花了不止几百万吧, 现在你就这样对我, 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, 我还有事, 适赔了, 在确认她进去之后, 我偷偷地在门口观察了一下, 发现她已经开始打听那些混得好, 好的同学了, 狗改不了吃屎, 迟早有你后悔的时候, 我将公司进行了重组, 换了名字, 将那些和穆苏婉有关系的员工, 全部剔除出去, 我用卖房子的钱, 将公司规模扩了一倍, 还以我父母的名义, 在市区买了两套别墅, 我料定穆苏婉肯定不会善罢甘休, 而之前拜托那个私家侦探调查的东西, 也终于有了结果, 看着桌上的一叠资料, 我开始翻看起来, 虽然早已有了心理准备, 但还是被这些消息吓了一跳, 原来在我结婚之前, 他们居然还有这么多故事, 黄斌根本不是他的表弟, 而是他的前男友, 本名叫黄一龙, 穆苏婉和他高中毕业之后, 就认识并一直在一起, 他为他打过三次胎, 导致现在怀孕流产率极高, 怪不得当初说不要孩子, 原来还有这层原因, 黄一龙早前因为打架赌博, 被关进去过一段时间, 而这段时间, 穆苏婉认识了我并结婚, 两年前, 黄一龙行满释放, 打听到穆苏婉现在嫁了个老板, 便找上门来拿以前的事要挟, 再加上他的甜言蜜语, 成功将穆苏婉和他妈骗得团团转, 他以远房表弟的身份住到我家, 图谋我的财产, 还好当初我察觉到了异常, 抱着侥幸心理, 让四家侦探调查一下, 不然真是被人卖了, 还在帮他数钱。 我将那份资料收好, 将剩余的钱借给了他, 这份资料将来还有用场, 果不其然, 穆苏婉找上了门来, 几个星期不见, 他瘦了, 神色憔悴, 他楚楚可怜地看着我, 老公, 我们复婚吧, 好不好, 我冷着脸, 当初我欠钱的时候找你帮忙, 你说的话, 我现在还记着呢, 不是的, 我当时是真的没钱了, 我的钱全被我妈拿走了, 她都拿去给我弟了, 真的, 这女人真是不见棺材不掉泪啊, 黄斌根本不是你弟, 她本名叫黄一龙, 是你的前男友, 还要我继续说下去吗? 我将那叠资料甩到她的面前, 她翻看了一下, 脸色瞬间煞白, 你早就知道了, 此时此刻, 就算再傻她, 也应该反应过来了, 所以, 那个表妹也是假的, 都是你找来演戏拆散我们的, 我往椅子上一躺, 那又如何, 是你们先不易在先的, 我只是以其人之道, 还至其人之身, 再说了, 一个女人就把你们拆散了, 可想而知, 你们之间的感情是有多脆弱, 好了, 该说的也说了, 该知道的也知道了, 现在请你离开吧, 慕女士, 慕苏晚见事情败露, 打算直接破冠破摔, 许昌林, 咱们好歹也是三年夫妻, 离婚的时候, 财产应该有我的一半, 你要是不把这个钱给我, 我是不会走的, 见过不要脸的, 还没见过这么不要脸的, 当初是他们先寄予我的财产合伙来骗我, 现在倒是想起来, 我们是夫妻了, 真是人至见则无敌啊, 本来好言相劝你不听, 怎么, 同学聚会那天, 棒上的大老板, 晚晚你就把你赶出来, 你不敢找他, 反倒来欺负我这个软柿子, 慕苏晚一脸不可置信地看着我, 你连这个都知道, 当然, 那个老板也是我找人演的, 我也懒得和他废话, 直接拿出了杀手锏, 是他和黄斌在家里亲热的监控, 看到这个慕苏晚彻底没了刚才嚣张的气焰, 你竟然还在家里按了监控, 你怎么如此歹毒, 我冷笑了一下, 真是恶人先告状, 我歹毒, 你们合伙骗我的感情, 骗我的钱财, 还说我歹毒, 我劝你不要胡搅蛮缠, 不然我不保证这些视频会不会流出去, 慕苏晚彻底没辙了, 只能灰溜溜地夹着尾巴走了, 就当我以为一切尘埃落定, 风平浪静时, 没想到黄一龙却找上了我, 他在我公司和家门口疯狂毒我, 也不威胁我, 只是苦苦哀求, 表示只要给他一百万, 他就再也不会来纠缠我, 这是把我当成傻子, 还是冤大头啊, 我敢肯定只要我给了第一次, 他就会来要第二次, 第三次, 这种人只要给他一点甜头, 就一发不可收拾, 一定是慕苏晚让他来的, 哎, 本来不想做得太绝, 小小的惩罚一下, 他们就行了, 是他们不知好歹啊, 我给我朋友发了一条消息, 半个小时后, 我们高中同学的群里就炸锅了, 慕苏晚的所作所为, 都被公之于众, 甚至还有视频, 当然不是那么露骨的, 很快, 慕苏晚的电话就打了过来, 许昌林, 你真的要赶尽杀绝吗? 慕女士, 我已经给你们留足脸面了, 可你们贪得无厌怪谁呢, 是不是这三年我对你有求必应, 让你产生了一种我很好欺负的错觉? 这是最后一次让黄斌走, 离开这个城市, 否则, 我这还有更好的东西, 而且这个城市的上流社会我几乎都认识, 信不信我让你在这个城市出名, 你找有钱人的想法就彻底泡汤了, 电话那头沉默了许久。 最后慕苏晚撂下一句算你狠, 就挂断了电话, 不一会黄义龙也离开了, 之后我就没怎么听说他们的事了, 一年后我正在张罗我的婚礼, 一些要好的朋友来帮忙, 其中正好有几个高中同学, 听他们说慕苏晚辗转了好几座城市, 还真勾搭上一个有钱的老板, 都怀孕了准备结婚, 结果黄义龙不知从哪冒出来, 不仅搅黄了婚礼, 还把慕苏晚弄流产了, 听过之后我也只是一笑而过, 慕苏晚这辈子估计都摆脱 不掉黄义龙的骚扰了, 恶人自有恶人魔。